到底你要去中国见哪些人 要讨论哪些内容 为什么不敢说清楚 民营党声议提醒傅昆奇 附中访问可能出发 傅昆奇不顾劝阻坚持 逢中确定将在26日 议会结束后率领十几名 国民党立委出发中国 不只出发时间三点其口 就连到中国和谁碰面 投论些什么也报名到家 我想见到谁不是这么重要 我们就是把台湾的 善意堆叠出来 也希望对方能够 回忆相同的善意 重头戏是礼拜六礼拜天 透露重头戏在周六 但花莲地震灾情严重 傅昆奇坚持照旧房中 民进党就痛批傅昆奇 心中没有花莲人民 不率正后重建 坚持附中 难道是要讨论反渗透法吗 如果接受到中国的指示 而来台湾进行修法的行为 依照反渗透法的规定 在第五条第三项 违反者可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各级公职人员到中国去 没有经过陆委会的授权 去签署任何刑事的协议 都会采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 民文规定可以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2014 2016 2017年 傅昆奇担任花莲县长的期间 其实他就多次单方面的 跳过中央政府来和中国讨论 直航的问题 在2018年花莲地震的时候 傅昆奇更是直接跳过陆委会 和当时的国财办主任张志军 通话过去有这样可以说是一个 磊范的记录 民进党质疑国民党不守政治人物 方中后提出反渗透法修法主张 十几点敏感 怀疑是否有接受中国指点 更联想到先前立委沈柏阳 提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 主招立委和县市议员 纳入国安管制人员范围 去中国接触特定对象徐申报 但却遭国民党立委封杀提案 质疑是在怕什么 国民党连审都不敢审 直接在程序委员会挡下 他们到底是不是要跟中国联手起来 打击台湾的国安 我想这个民众应该心知肚明 也都有所评判 国民党仿中形成一个接一个 尽管卫界批评质疑声浪不断 但傅困其依旧不顾人民感受 谁都不谁坚持走自己的路 明星新闻综合报道